我認為這次我會出事 真的不會出事 那次有一個在追求我的人 我跟他見了幾次面 他在我面前拿了兩盒東西出來 我看見一條是金鏈 一條是鑽石鏈 然後他跟我說 你一定要收下它 因為我很喜歡你 他說你選擇其中一條 你喜歡的,你拿走 我沒有,我真的兩個選擇 為甚麼不是給你 你還要你做甚麼 不行,我覺得有交易成分 我跟他說無功不受力 因為我跟他不太熟 大家第一次見面 怎樣也要做一點點 但他有沒有叫你做一點點 送給你的前提 那送給客人一定是沒有的 叫你第一次,你第一次答應 那下次你也要懂得做 你可能會被人摸摸 那我當然不肯 我是習慣追求別人 我自己主動追求過 最瘋的一次是 總之我們玩Ocamp Ocamp有祖爸和祖弟女 我看對祖爸 我就覺得這個很棒 我一定要追到他 然後有個環節 就是要祖爸媽幫祖弟女洗衣 我們有一件Hawty 他們洗完衣服,又放起了 嚇死我 放在宿舍那裡 因為我當時已經記錄了祖爸 我覺得他遲早都是我的 那有問題 我們不是他的衣服 不是,因為他不是他的衣服 因為他很健碩 我們有S馬,N馬,XL 他穿了XXXL 我直接找到他 我簡直回去當我們要睡衣穿 你很狂追求者 很狂的 你偷東西 你有沒有消失 不是,不是 是犯犯的 你很狂追求者 不要學 我跟Ruby說有甚麼問題 他遲早都是我的 我穿了衣服的問題 但如果我第一天看中他 我第三天就直接跟他表白 我就說,我很喜歡你 如果你喜歡我的話 你不喜歡的話也不要緊 我會繼續追求你的 總之如何 他當然馬上上了 然後我跟他說 我已經拿了你的衣服來穿 所以他說,OK